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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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嗨, 油奶了 本週應該是第二集 今天很累 2022年7月19日 星期二 農曆六月21、25 這麼大鼠 電視機的聲音 我又在看日本的公路 不是公路 駕車看兩邊屋 看不完 很多人拍的 可能容易拍的 通常是高普 高普在車前面 然後又不用說話 又有人看 很多人看 我現在看這部影片 多少人看 2022年4月 4K 我看那個頻道 早期的影片比較少人看 2.1K 即是兩千個人看 後期那些可能是兩千個人 早期那些 去到二十萬 三十萬 有什麼好看 你自己找條來看 我解釋不到 有什麼好看 是 不同看火車片 火車片是鐵路迷 這個其實 我不知道日本人看什麼 可能看那條路 那些比較偏僻的山路 他們有很少機會 會開車去 可能看這些 我不是 我反而喜歡看 那些 又不是市區 市區很好看 市區隔離 再隔離 再隔離 一個小灘 那些地方 那些屋 無離 一間屋 旁邊有一塊田 那些 但那些屋 你不要想到很落後 很鮮進 很美的 像我早前說 看中的那間 不是看中的 是很喜歡的那間 三千萬日圓 可以蓋到一戶建 透天 即是台灣叫透天 日本的一戶建 前面有個花園 可以在一堆人 在BBQ 打牌 後面可以種菜 那些屋 很美的 那些屋 日本人可能會看 他有時候會洗入 我看這個頻道 多數都是 開頭和出口 小城 中間就是山路 可能他們喜歡看 自己很少 地方很大的 日本 可能他們不會駕駛 都會看這些 很少人好像我這樣看 那些屋 即是日本人 屋有沒有看 他們連屋都不喜歡買 只是租 現在就是7點兩個字 換了床單已經很辛苦 換床單 換床單 哈哈哈哈 順便收拾屋 擦了床 床左右的塵 哇 都很大塵 可能有長期 戴著口罩 有塵 免得 塵飛進鼻孔 有痕 敏感 飛多些塵 可能眼睛 眼紅 流鼻水很麻煩 敏感 麻煩 剛才在換床單 我的床單開始凹凹 反轉它也好 反轉它也好 整個底面 煎魚反轉它也好 頭尾反轉也好 都開始凹凹了 好像說過 又不買這個牌子床單 相信它名牌 還有信什麼 我相信Kelly 哈哈哈哈 撐你個廢 以前 對上床單也沒那麼快凹 一兩年就凹了 哈哈 哈哈 不信 現在不信 哈哈哈哈 最差陳小姐 哈哈 代言也有良心 哈哈哈哈 沒事的 我作為一個消費者 我買了一個床褥是凹 一兩年就凹了 我當然是這麼說 不會是個案吧 沒有理由這麼幸運 我買到手機 買到機王吧 哈哈 很多牌子 坊間也不只是這個 我凹凹了 還不至於真的要更換 有空看電視 坐左邊坐右邊 不要坐正中間 但我早幾天看到床墊 比較厚 但又軟 比較厚 但軟 它的厚度幾乎就是 我們小時候買最便宜的床墊 三折那些 有買過 通常小時候是百多元 現在都是二百多元 我不知是香港做還是大陸做 隨便的 不是香港還是大陸做 那些三折的床墊 這麼厚的 厚度是兩包煙 一包半煙至兩包煙 一厚 看到那個不是那隻 新潮一點 有五百多元 有四百多元 有七百多元 我可以鋪 鋪一個厚一點的床墊 其實都會繼續凹下去 沒什麼意思 因為本身床墊是凹了 鋪一個厚一點 一包兩包煙這麼厚的墊 都應該會繼續凹 不過 我想了另一件事 如果我鋪鋪的床墊 在凹的床墊上 當然會繼續凹 但我換床墊會比較方便 因為床墊很輕 我不是換床墊 都要抬起床褥 因為地理環境限制 講起也不會明白 畫圖也不會懂得看 所以一定要整個很重的床褥抬起 所以才這麼辛苦 如果我換床墊 只要用床墊 蓋著床褥 我以後很輕鬆 那我換床墊 就很輕鬆 是不是 我正在想這件事 不過 不罷得 我揭起床褥 每次揭起床褥 其實床褥下面有很多毛 很多毛髮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脫了這麼多毛 腳毛 又有頭髮 又有什麼 都很多 我不知道一般人是否這樣 一般人換 未必會揭高床褥 我揭高床褥每次 例如我換床單 乖的兩個星期也好 懶的兩個月也好 下面一定是不少頭髮 主要是頭髮 腳毛應該不少 腳毛有點軟 某些地方的毛也有點軟 手毛應該不少 應該主要是頭髮 好多 如果我只換床 買了四五百元的床墊 有一個床單 然後只換床墊 上面的床單 很輕鬆 下面的床褥窄著的毛 一年後便繫了 一年後便繫了 很煩惱 所以想想想 也不是很好 當每次換床單 做運動 因為每次換床單 揭起一個很重的床單 用吸塵機吸毛 吸塵 因為床褥下面 有時不只是頭髮或毛 有時會有顆花生 有顆蠶豆 有顆同聲點心臉 甚至最奇怪的是 有塊肉在下面 經常在床吃東西 有那些759買的有針板味的梅肉 不知道誰有針板味的肉 那些 來看看天氣預測 今天讀兩篇舊文 有一篇我一直忘記讀 我是笑到夾夾傳 我那天是傳了給四五個朋友 很少可以一篇東西 我在騷擾別人 日光日白有人上班 你還要傳了一些無謂的東西 但我真的覺得好笑 還有我那四五個朋友 都是喜歡貓的 好來 這個6.9 富熱帶高壓 正是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 本港部份地區氣溫 上升至34度左右 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的天氣預測 大致天情 但局部地區有趙雨 明日最低氣溫有29度 日間紅熱 這幾個都熱 之前都熱 更熱 遲些會不會再熱一點 過40度 天天都很想過40度 市區最高氣溫約34度 新界會再高一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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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枝獨秀 長洲居民28度 全灣可觀 和觀塘 和大美督都29度 最高 31度 包括 打鼓嶺 赤立角 青衣 石崗 跑馬底 黃大仙 深水埗 現在開始太陽下山 有些倒影 上面是甚麼倒影 反而是八卦 不知道是甚麼倒影 是不知道 自己家裡的東西都不知道 你現在看到右上角有黃色的東西 倒影很像在山上有廣告牌 其實不是的 是我家裡的東西 八卦 白甲箱 台灣的東西 旁邊就是高哲良的掛畫 還是掛寶 兩篇東西就可以很快去讀完 舊文來的 不是新的 先讀了最舊的 有一個沒有時間性 其實兩篇都沒有時間性 不過有篇就是早了一點 發現到的 這個是 7月13日 都6日前 今天7月19日 剛才我不是說7月19日 我看回 對了 笨了 我常常在換床單 然後洗澡 整個心 心掛掛 為甚麼還未有ROG6的消息 明明說20日公佈售價 還有香港 台灣一早公佈了 水貨都運來香港 我不買水貨 沒那麼急 我問 為甚麼今天常常都沒有發佈 因為一發佈 我常常在Google 推給我 我常常都沒有推給我的Google 我現在這一刻才想想 對 人家說20日 今天才是19日 我還在想 讀完這篇 吃我眼前買回來的飯 然後就上網找ROG6 香港的新聞 現在不用了 人家說20日 發佈 其實我早就知道 用某些方法去問了一些人 即是內部的人 他很淡淡而答 21日買 應該20日發佈 21日買 香港那個 華碩那個 叫甚麼 ROG那個是 不要說別人 我說 不知道 人工低 一向都好像不太用力 反觀他電腦那邊 比起好像好一點 不知道 因為我沒得比 我將他和台灣來比 是沒得比的 你看 這件事 我當天就發佈了五個朋友 我覺得很好笑 還有我在想 為甚麼 糟糕 那隻貓是否有病 是否有生殖 甚麼螺旋菌 甚麼幽門螺旋菌 貓愛知 諸如此類 真的有些關心 擔心這隻貓 好 一隻白色 黃色花紋的貓 肚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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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不吃飯 急急送醫 送去看醫生 但是找不到病因 下一句不說 如果說下一句 就告訴你笑點 總之有隻貓 看內文 讀內文 很多無鞋養寵物 簡單來說 發現牠們的小孩 牠養那隻貓 狗狗 有異狀 都會相當緊張 我替牠很緊張 因為看到 複杖三天不吃東西 很嚴重 雖然我小時候 養貓都是天生天養 但很少聽說 貓三天不吃 每天都是 6時多 看著那個煮飯的人 不受講兜 一盒飯上面幾條貓魚 一直吃吃吃吃吃吃吃 每天都看牠吃飯 沒有一天牠不吃飯 有時牠不吃飯 就是餵奶 又出去攪大肚子 又生孩子 餵奶 所以不得了 不得了 走出去吃 三天不吃飯 都很嚴重 還要腹脹 所以想到會不會生殖 基本上我都是天生天養 如果我養隻貓 我都不是很會理會 非常緊張 如果真的養隻貓 牠三天都不吃 我都會緊張 我起碼不是緊張 我經常說那些寵物戀 我經常說在街上餵貓 你碰一隻貓 看一隻貓 你不要碰牠 你餵就可以 我碰牠 你貓你 很緊張 很神經質 牠怕人 你不要碰牠 摸牠真的不會 因為牠吃飯 你不要搞 走近一點 可能看到餵貓離遠 想著走過去 有貓 有些很緊張 我以前附近有一兩個 現在不見了 人 很緊張 你不要走近 嚇走牠 其中有一個我忍不住 牠嚇到我 因為我第一次被嚇到 牠很大聲 那隻貓也不害怕 可能很熟 我都少做這個行 我做了一次 頭頭尾尾 之後我看到 我都很少走過去 離遠看 或者第二天經過那個位 看到那隻餵貓 不在 那隻貓不在 通常都是在那個位 那隻貓 有時會看 那隻貓 拍一下貓 撩一下貓 摸一下貓 如果是給你摸一下 那些 當然我 就算拍照 也不會拍大環境 鋪出來 給人看 那些變態 真的有虐貓 虐貓 狗也是 那次大聲喝 然後我彈了三個字 我很少不失禮 我本能被他嚇到 我也很大聲 我不甘是虐金 我十倍鳳環 我本能反應你 我立即學你 他不知 然後很大聲 神經病 我的本能反應蛋 是很強的 十倍鳳環 十倍鳳環 好一點點 你不要惹我 如果我發覺 我的勢被你弱 可能害我那個 一個大隻佬 大隻雷雷 高我幾個頭 高我一個頭 我不會立即拼回他 我的本能反應很強 我立即不說 我會找機會十倍鳳環 好像那些年輕人 可能走上樓上 是一條天橋 扔個水彈 扔你 這裡說 你回來養貓貓狗狗 但有時候 可能是百擔心一場的Jack 他就說這篇也是 好笑的 一名貓奴 表示 他家裡養的貓 突然三天前 什麼都不吃 正餐不吃 肉泥不吃 什麼都不吃 而且肚子還漲起來 很害怕 不知道他做什麼 我肚子也害怕 不要說是貓 嚇得全家人 馬上帶他去看獸醫做檢查 結果獸醫 點出 就告訴他 為什麼 這個真相 全家 他全家人 傻爆眼 我就笑到 夾夾聲 又在網上 這名網 不斷打屍 在外國社群網站上 他應該不是唐人 應該是洋人 我沒有關注唐人還是洋人 我只關注貓 我看到他有樣子看 我喜歡橙色黃色的貓 雖然他不是全隻橙色黃色 是黃白色 但也有趣 有貓就必須要Like 有黃色的貓更加有Like 好了 這裡說 網友在外國 表示自己養了一隻黃白色的貓 平時也很健康 沒有什麼病 但他最近開始有異狀 有異樣 已經超過三天沒有吃東西 完全沒有吃肉 他也不吃 擔心 令到家人相當緊張 和他自己本人 擔心這隻貓染上疾病 趕緊帶他去獸醫叔叔檢查 結果網友就把這隻貓 帶大家去看醫生 看獸醫 獸醫就剃了這隻貓的腹部的毛 因為它是肚臟 剃了毛來檢查 要幫他做超音波等各項檢查 超音波剃肚毛 才可以 塗啫喱 好像兩大肚子 塗啫喱 轉轉轉 你看看黑白的 這個就是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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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像什麼 像一些按摩器 又像某一款舊式的鬚跑 又像一個女人用來洗臉的儀器 大同小兒 那樣 獸醫就說 這隻貓照完超聲波 什麼超音波 什麼都好 看完毛照完 身體很健康 兼且在肚子裡脹了是什麼 不是蟲 是食物 這裏都味道笑 我看到 難道三天前吃的東西 沒有消化 糟了 聽到獸醫這樣說 這名網友也感到相當奇怪 我這貓三天沒有吃東西 怎麼可能你照到胃裡有一堆食物 好像我那樣 三天前吃的東西消化不了 塞不住 糟了 怎麼辦 然後笑點就來了 可能很多人看過這篇 你喜歡貓都看過這篇 最令貓奴最無言的就是 後來他和鄰居隔離屋 聊天 笑點就是這裏 才發現原來他的外貓 連三天都不吃飯的真相 就是什麼 反而是和鄰居聊天 才查出自己養貓三天不吃東西 然後就 肚子又漲 醫生人說胃裡是有食物 而且房子也有設置 給貓咪自由進出的寵物用門 即是貓可以出門 小門走出走入 結果是他家裡養的貓 餵食 晚上偷偷地去鄰居鄰居 鄰居鄰居也是有養貓 也有貓寵物的門 即是自出自入的可以 偷走 晚上偷偷地去別人家 吃別人的貓飯 吃別人的鄰居鄰居的貓 貓糧 導致他三天在家都不吃自己家的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我笑到CAPCAP聲 有畫面 自己一碟飯 貓糧貓餅 貓乾糧 貓魚 貓飯 你又不吃 偷鄰居的食物 這麼聰明 應該鄰居的好吃些 或者鄰居的口味對於他們來說新鮮些 還有另一個笑點 他吃到肚子脹 即是吃得很飽 很喜歡吃 我猜應該會吃完 問題來了 鄰居那隻貓吃什麼 連續三天沒有飯吃 很慘 鄰居那隻貓應該不會打牠嗎 你怎麼過來拿我的飯吃 鄰居 如果你普通通說他偷吃鄰居 他吃到肚醬 即是吃很多 鄰居那隻貓吃什麼 吃空氣 沒有東西吃又不會反抗 很奇怪 看下一段有沒有說 結果網友又把這段 令人哭笑不得的經歷 這個貓爐 分享給很多人聽 放上網 這些東西放上網 就無雙大雅 無奈表示 他發現原因後 終於解開謎團 只不過可憐了貓 因為這樣而被剃光了 肚子的毛 看醫生的人要看毛 有時候貓有養貓 有養狗也知道 你真的知道 我小時候也有貓人 不知為何要剃毛 他真的會不開心 狗也會 是會不開心 他甚至不會故意遮到 他會遮住毛毛 可能他本身的本能 要保護自己 但你感覺看起來 好像 你年輕人被剃光了頭 陸軍裝 其實挺好笑的 另一個笑點 還因為這樣花了一筆錢 去看醫生 但幸好那隻貓沒事 這裏沒有說 他跟隔壁家聊天 沒有說 吃到肚子那麼脹 吃到隔壁家的貓飯 但隔壁家的貓有沒有食物 詳細他沒有說 下面的人留言說 所以餓三天的貓是你隔壁家的貓 另外 你家的貓很聰明 吃人的東西都是免費的 你家的火食 你家的火食 是不是應該要檢討一下 隔壁家的更加好吃 我反而最後看到 笑完之後 我想隔壁家的貓 有沒有飯吃 三天捱餓 沒理由 有本能 寵物動物有本能 他肚子餓的話 什麼都可以做出 你一天過來搶東西吃 一天過來偷牠吃 兩天三天 我還不理會 他也會肚子餓 那會不會隔壁家的貓 會不會隔壁家的貓 所以放給平時更多的份量 平時一碗飯 如果隔壁家人過來 給多一碗 大家都愛貓 給多一碗飯 兩碗 我猜 但他沒有想到 貓吃完他 隔壁家的飯 隔壁家人沒有想到 他回家不吃飯 最好令我想起 年輕人的時候 吃這麼多零食 或放學 吃零食 吃一包乖乖 零食 或者我的年代更加 可能是 車仔麵 一碗粗麵 魚翅魚肉 回家不吃飯 就被家人打 你頭 整天正差不吃 吃無謂東西 以後不給你錢 你回家只喝水 你很厲害 現在的人不是這樣 現在的年輕人 如果不肯吃飯 都不知道 怎樣養 那些怪獸家長 小時候不是 要自己偷偷地買東西吃 放學也好 什麼都好 家裡基本上 你不要以為 現在這一代 家裡什麼都可以吃 沒有的 打開雪櫃 沒有東西適合你吃 全部煮菜 生的 豬肉 牛肉 雞肉 菜 瓜 你不會吃的 所以才衍生出 我沒有東西吃 用砂糖夾麵包 用腐乳汁來塗方包 然後又被人打 因為家人發現 為什麼那瓶腐乳的汁 煮一煮一煮 沒有了 只有腐乳 又被人打 另一單 這單是近一點的 這單 這單不是掌知識 只可以笑 那些所謂的 怎麼按不到它 無緣無故 莫非我電話頂不到新的那部出 好了 不要扔著 扔著你越話它 它會馬上壞 哈哈 經常收到騙徒短訊 垃圾短訊 什麼都好 無論是短訊或WhatsApp 你可以施錄 當然你自己有自家方法 那些垃圾電話都可以施錄 裝內電的諸如此類 香港就有電話多 打電話 我上次都說 有個人打來講 那些普通話 我最愛跟他說 我現在只聽鞍蜜 有什麼問題 哈哈哈哈 接著他就剪了線 我剛才收到公安 有什麼問題 我現在只聽鞍蜜 哈哈哈哈 他嚇不了我 他嚇得很遲 他就說得出你另一個電話號碼之餘 又說得出你的名字 就說你是不是 之前做過什麼 發表過那些不當言論 這期可能流行這些 幾萬種方法 哈哈哈哈 接著我心想 就算我真的發表了那些不當言論 我都不害怕 哈哈哈哈 你打來講來幹什麼 哈哈哈哈 我這麼大人有分數 哈哈哈哈 這篇主要是文字上的 可以一起看一下 台灣的短訊是寫什麼的 哈哈哈哈 好笑呀 以前看上去的 拯救沙利那些 哈哈哈哈 這裡說你台灣人 可能很多人都不是故意去看 讀給你看 有些挺有趣的 沒看過 台灣人可能收得多 香港人收不到這些 好了 如果香港人收到短訊 小的 真是電話多 短訊 我那些不算 都算是騙的 都是那些什麼 叫你給錢買貼士 那些 或者是賭博那些多 短訊是 關於賭博那些多 即是買貼士 加入這個網頁 這個page 你給錢買貼士 你走出來 我給你買貼士 我給你買貼士 你很傻 哈哈哈哈 跟我賺錢 那些年輕人 騙神騙鬼 你跟我賺錢 起碼不是騙神騙鬼 起碼只不過是拿其他 那些 不死都沒有用 那些死賭仔的錢 哈哈哈哈 是啊 我永遠賺不是賺馬會的錢 是賺那些死賭仔 鋪上來的錢 嘩 死賭仔自己不是死賭仔 我不是 我不是那種死賭仔 哈哈哈哈 我沒有那麼蠢 簡單來說 有些鋪草皮 10島是9.9片 哈哈哈哈 傾家蕩產 哈哈哈哈 沒有啦 如果香港 不是短訊 認真 不是短訊 Whatsapp 就是那些 IG 或者是 IG多 或者是page 那些 反而是少的 page 那些多 它是在面那一層的 就是在wall 是不是叫wall 我出過post 下面有人留言回應 然後有些人簽片一回 我肯欣賞你 那些騙錢的 那些 魚翁殺網 那些 一殺下去的 哈哈 如果inbox 就IG多一點 IG多很多 通常那些 穿得很少 那些女人 開過一個帳戶 通常一句hi 或者不知為何 你好 哈哈 我不會理會 通常我第一時間 block 就會煩 神經病 我那裡 你是騙我才 還是你真是一個 痴呆喪 不要煩 人生已經不是剩下很多年 要活 還這麼有空去理這些 反過來 很多人很喜歡去理這些 很care 糟了 有個人不知看起來傻傻的 他add我 但我不讓他add 又好像不太好意思 有這些人 哈哈 你如果聽說 你是不是這些人 如果是 都沒事的 大家素眉謀面 如果是在現實生活 在街上撞到 我一輩子不會和你做朋友 你放心 哈哈 我最怕 最覺得這些人蠢 我最討厭這些人 哈哈 真的有 他add我 不好意思 他是你朋友 不是 他認識你的朋友 不是 他是你老公的同事 不是 那 怎麼不讓他add我不好意思 哈哈 這些是瘋子 已經脫離了基本 有沒有禮貌 這個 不知道 我最討厭這些 有些我覺得他是假裝 等於我經常講的 這個比喻 總有一兩個女同學 是不懂拒絕人 如果你小時候和女同學A拍拖 無端端有一天 陳小明約女同學A 即是我和女同學A拍拖 和小宇拍拖 小明約小宇出去 你知道小時候很喝醋 小宇真的答應他出去 然後跟我說 我禮拜六要和小明去打羽毛球 蛤 為什麼 他這麼喝醋 我 沒有他約我 你不懂得推 小宇宋 我不知道怎麼推 哈哈 最討厭這些 不知道怎麼推 就用口推 有幾不知怎麼推 不得閒 不想去 不喜歡去 我不想和你去 哈哈 我不打羽毛球 我不懂打羽毛球 什麼都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類人不過好笑 認真好笑 通常這類人裡面 認真 這類人說不懂推人 的人 我這樣說 我覺得一千個裡面 一個是真 其餘九百九十九個都是假裝 哈哈哈哈 你知道女士的機心心機很重 你裝模作樣 你裝模作樣走開 哈哈哈哈 是不是開始漸不漸明白到 我經常說 那些青春少艾的女女 經常想走過來 Flat一下我 結果都是 走去 哈哈哈哈 一來她Flat不到我 而來她覺得我是無孔不入 而且是真的 那些叫什麼 以前有一句說話 那些叫 不解風情 我簡直不是不解風情 不解風情 你都可以當她為傻仔 不解風情 我不是 我不理解你的風情 哈哈哈哈 我不是不懂解你的風情 我不理解你的風情 所以她的女女 那些什麼小女 通常都是我先接她 我通常都是那句 去到我忍無可忍 她說什麼 你做什麼 哈哈哈哈 因為有些很煩 那一條 WhatsApp 你有話說完 說完又說第三樣 說完第三樣 嘻嘻嘻嘻 你打電話來問 其實不是真的有話問你 她在Flat你 收兵 諸如此類 那些 很多這些手法 有時候 我沒空跟你聊 大佬 我沒空跟你玩 很悶 有什麼好玩 那個點 不是原點 那件事 我會立即發覺到的結局 就是 一 年輕 可能十幾十年前 你當我年輕 我一看 這個女女 這個小毛 什麼都好 有些人當然很喜歡 我經常說 那條死胖子 就很喜歡 我那個點 一看一看 我又不會想跟你睡 我不會想跟你搞事 第一 我不想 你不是我碟菜 你不是我 第一 好了 將就吃 不是一杯茶 都可以吃 有首尾 很麻煩 黏頭幫 諸如此類 已經進去 不會的時候 你無論出多少成功力 我都不會理你 但這類人是很煩的 很煩 總是不可以正正經經 想認識多個朋友 就當是認識朋友 大家聊聊天 那些反而有的時候 出來吃飯 但你不認識朋友 你第一天就是 立壞心腸 你不要以為男人 先去女人 男人才壞 女人大把 是這樣做的 收兵也好 什麼都好 可能看你窄窄的 四眼仔窄窄的 看你都沒聞過女人香 或者沒有女朋友 沒有老婆 那些 收兵 那些 不要說這些 大家去台灣 是不是每天都收過以下這些信息 香港 我剛才說過 電話是多些 信息可能少些 這些信息 文字的信息 自稱來自哪裏 並寫下他舉例 有急事找你 有急事找你 其中一個 另一個 你是不是刪我好有了 這個很明顯是拘捕 他主要用拘捕 然後就把圖拿出來 所以我可以讀給你看 我看完 對我來說是多新鮮 我香港人也沒看過 這個應該是拘捕 第一類 博感情的類型 博和同情的類型 就是 找不到我 就是你沒加過 這個騙徒就好 你當騙徒 透過iMessenger 用另一個 這個騙徒 你當騙徒叫什麼名字 就叫騙徒 我就是我 我的Line Line 即是WhatsApp 或者WeChat 沒有這個騙徒 本身我不會有這個騙徒的聯絡 所以這個騙徒就 說 他說 Line好友那裏 怎麼找不到你了 你是不是把我刪了 有事找你加我Line 就是騙徒走過來 我的Line找不到你 你是不是刪了我 你鋪了我 所以他要用另一個通訊軟體來找我 你快點加回我 當然知道是假的 哈哈哈哈 如果現在我更加不用 那份工作 不用去 雖然不搽煙飯 也要認識一些新朋友 新人都會 加來加來加去 其實加完 我現在看我面子書的 list 我穿超過三分一的人 我完全不認識 但我免得不認識他 我根本忘記了我是誰 按照片上去看 這個人是誰 哈哈哈哈 因為現在我覺得 我不再需要這些聯絡 算了 沒有什麼 好了 這一招就是 騙徒就來找我 當我WhatsApp 他在WhatsApp 他在網站上去找我 他在網站上去找我 快點加回我 那些 他用WeChat來找我 哈哈哈哈 另一個 現在人 現在人 只會刪臉書罷 拉叫做封鎖 哈哈 笑鬼 剛剛那個人 另外一個 另一個方式的騙徒 你把我LINE刪除了嗎 還好 我有傳你的聯絡方式 不過都找不到你 你再加回我 在LINE 這個又是另一款 又不是用LINE 即是用第二個LINE iMessager 你是不是騙徒 你是不是刪掉了LINE 剛剛那個就不是 就這樣叫你加回他 不過我都幸好有 減掉你的Contact 你現在再加回我 加回你 那些 哈哈哈哈 另外一個 這個是那些賽市場的名字 你當是陳小明 李大文 那些 這個好笑 哈哈哈哈 這個評語說 本站 就是寫這篇 本站發現海麗很會殺網 魚翁殺網 我殺網 海麗就是他們用的那個名字 原來是用海麗 哈哈哈哈 為什麼不知道究竟一個名字 就是陳淑芬 林志豪 哈哈哈哈 什麼都好 如果香港是陳小明 李大強 那些 幾乎每個人 這個好笑 幾乎台灣每個人 他這樣寫 收過這些詐騙訊息 都會收過海麗的訊息 哈哈哈哈 海麗是一個知名的騙子 在台灣 如果台灣有一個真名 真的叫海麗 那怎麼辦 哈哈 如果真正一個人叫海麗 而他在台灣 他需要認識一些新朋友 結交朋友的時候 有人會看到 又是海麗 又是假的 那他也挺慘的 海麗應該 我認識沒有海麗 我認識的台灣朋友沒有海麗 可能他不知為什麼他喜歡用這個名字 嗨 我是什麼什麼的 林海麗 這個海麗姓 林的 有急事找你 麻煩加我一下 ID 好了 另一個 另一個 活動需要加一個 你好 這次不是海麗 你好 我是C小姐 麻煩加一下我的LINE 有一個活動要通知你 有一個HIPER LINK 基本上都是叫人加他的LINE 一會兒在LINE容易騙 多數騙點數 另外一個很長的 這個人叫羅賓漢 他這裡寫說 還有叫羅賓漢的 你叫羅賓漢 海麗我都給你過 當是一個人 羅賓漢 蝙蝠俠 羅賓漢發出什麼 內幕爆料 扣入台股的外資 一半以上都是台灣人的外資賬戶 但散戶就很忠的認為 看到外資大買 某一檔就認定是 那些知名的投資公司買的 看好那一檔 一邊說投資投資的 一邊跳到中間 你不用理會 因為我不是打算騙你 到最後 我不會吸到你具體的布牌 不會給你一個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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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準確吸到你外資實時的動向 即是內幕消息 可能告訴你 12345那隻有動作 45678那隻倒閉 791那隻明天有些不理好的消息 即是發人一步 你知道明天可以自己做一些動作 添加我的ID 請叫我羅賓漢 那他用偽名 他用偽名是明白的 因為他懶得是神秘 內幕消息交易 賣給你 所以他用偽名 我明白的 哈哈哈哈 為什麼騙徒用偽名 另外一個 說借貸通過低利息等等 剛好需要用錢的人就好而中計 這個就是 我之前幫你審核 我之前幫你審核林經理 他漏了一個字 這個片圖不行了 我之前幫你審核的林經理 你的評分通過 靈活金二百萬 月付三萬 機車可五十萬 免財力不看負債 持繳 長城盒也有一個電話號碼 拉和手機都可以 他亂撞 看看撞不撞得中 你就這樣說要借錢找我 那你未必要騷擾他 但你突然說 你之前審核過 我幫你審核過的林經理 可能真的有人要借錢 而又找人審核過 另外 他問 iPhone用戶大多數的訊息 都是因為使用iMessenger 大家只要去把關掉了就可以了 你喜歡就關掉了 都沒有什麼人用的 不會說用iPhone的人一定會用的 多數都會用LINE WhatsApp 他教你怎樣用 Android用戶需要開啟垃圾訊息阻擋功能 純粹讀給你聽他們來來去做什麼 萬變不離其中 無論iPhone也好 或者有些人用WeChat WhatsApp少些 Kakao Talk也少些 萬變不離其中 他最後都是第一個步驟 先要你先加他的LINE 他又不用微信去騙你 可能是否分得很清楚 台灣人用LINE 大陸人用微信 都未必 因為他們會互騙 可能大陸人都會被人騙 在微信那裏 有些人就會說 台灣人騙他 因為他查到IP 或什麼都好 那些人是基地在台灣 反過來 台灣人收到這些詐騙的訊息 有時查到基地就在大陸 其實說到尾 你去到尾 基本上 你查到他行騙你的人 在台灣基地 那些人應該不是台灣人 同一道理 你查到他的基地 那些人在大陸 那些人應該都不是大陸人 因為很正常 譬如我是台灣人 我要行騙 我要去大陸行騙 即是基地搬去大陸行騙 那如果大陸人要行騙 你把基地搬去台灣 可能容易離開 沒有網管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全部都可以笑 總之 最最最最 如果台灣什麼都是 第一件事要加你的拉 那就要小心一點 哈哈哈哈 不要用拉 哈哈哈哈 但是貼圖又很有趣 哈哈哈哈 很有趣到我以前有課金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還有一千元 那些拉的錢 哈哈 一千個金幣 很少錢 一千個金幣不等同一千元 總之一千個拉的金幣 哈哈 哈哈哈哈 今三十年多個 真是媽媽小咕嚕 你眼讚 訂閱和分享 感動和小鈴鐺 最後突然想起一個 沒有讀的 很簡短 前幾天看到大陸行騙 那些 他設定好一間公司 租了一間公司 但是他好像 我不記得 行騙了一個月 還是三個月 好像一個月 你自己查 都沒有生意 哈哈 都騙不到人 結果好像 倒閉 還是被人抓了他 但是捉了他之後 發現他搞了一個月 這間公司 一個人都沒有騙到 因為根據那篇說法 就是大陸 你有沒有可能開了 整個 丟本去租一個辦公室 找一些人才回來 人才來的 那些聰明仔 去騙人 你有沒有可能 一個月裡面一個人 你都騙不到 哈哈 所以我覺得笑點在這裏 他用英文來欺騙那些主要語言 他的母語是英文的人 那些人 未必一定是白人 可能是印度人 墨西哥人 不一定是你想像中的美國人 很多人都講英文 他為什麼這樣做 可能是中文人都騙了 但是他們原來 裡面揭發的 是沒有一個英文的 哈哈 所以他們一個月都騙不到 那他怎麼用英文去騙呢 翻譯 GOOGLE TRANSLATE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GOOGLE TRANSLATE 在大陸 我不知道他 怎麼都不奇怪 翻牆 他說整段東西 用那些翻譯軟件 翻譯再一查的 車子 想那個人 真是 又是找回羅時鋒那句 做那樣東西 就要像那樣東西 哈哈 哈哈 那兩句 我忘記了 你是什麼就做些什麼 做些什麼就要像些什麼 你根本ABCD 你都不懂26個字母 你幹嘛要英文騙人 哈哈 哈哈 所以大陸那個騙字裡面 我從來沒有告訴你 騙當然大家要提防 或者學了 沒有人叫你去騙人 起碼你一定香港人真的要學 一定要學 一技之長旁身 你學了預防人 你怎麼騙你 還有這些東西 不是學了一輩子 是不停要update 不停有新的手法出現 哈哈哈哈 我告訴你 你不要以為是聽我讀完 這樣騙人的事情 很安全 要我記住 不是的 騙徒手法是真的層出不窮 還有在大陸的騙字 我自己想過 應該有十成這樣計 應該有七成成功 三成是失敗的 不要像剛才講的例子 他就要用英文騙人 哈哈哈哈 即是說 騙人都不是百發百中的 都有一些豬這麼蠢的 都走去學 想著騙人的 哈哈哈哈 千奇百怪 好了 就這樣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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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tannica 再見 encant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